杀人潜逃,22年变身花和尚,陆南结婚生子身家千万,9月6日天津市第一中院开庭审礼的薛叶福被杀一案刘某某在检察机关的公诉举证下,承认自己杀人潜逃,22年期间,曾在福建先游丰亭一寺庙做住持法师不但结婚生子,还开有公司身家数千万广告陆媒报道说, 庭审中刘某某承认自逃亡之后,来到了福建先游的一家寺庙,为逃避抓捕入寺为僧法号市真机,因为没有身份证,就花了一千多块钱,找人给其办了一个名为孙小杰的身份证,2010年前后刘某某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子女姓刘,又找人办了一个名为刘伟的身份证, 2012年8月刘某某,以刘伟的身份,以孤小妹登记,结婚9月6日的庭审现场,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某某故意杀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而且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又伪造居民身份证虚构身份,出家未封,尤其过分的是即使刘某某出家未封,也不守戒律,身为赐尿主持却育,有一子一女,同时侵吞赐尿资产, 为其妻子,在厦门市中心购买高档住宅,除了公诉人所指控的故意杀人罪之外,刘某某的行为还构成重婚,伪造和使用居民身份证,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 调查案件显示刘某县位河南人因怀疑其妻和所在工厂的厂长司空将该厂长杀害后一直潜逃在外,此外,2003年市真机做主持后,结婚生子,平时很少待在世中多,是在外地有走敛财, 经调查世真机在福州、厦门和莆田市区,购买了多套房产价值数千万元,其妻购买了价值百万元的豪车并投资千万元, 在厦门和他人河谷开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百度百科中世真机的词条, 介绍,世真机现任福青市佛教协会秘书长,福青黄博山外福寺,兼任福青尼勒严瑞严寺主持先游丰廷西印寺主持等职务, 对此有网民质问,先不说杀人再逃,这是大和尚结婚生子购买房产开公司,有关部门这么多年在做什么事实上还有比上述故事更荒唐的事件, 2015年9月份媒体报道,安徽省除州市凤阳县佛教协会会长, 著名寺庙主持被揭示16年前的杀人通缉犯张立伟,张立伟前逃安徽后化名出家, 从扫币僧做起,成为当地有名高峰,更获佛教协会会长和政协委员等殊荣警方在当月实施的一次抓捕行动中被带走。